超级野球传简讯送平板电脑 手机简讯兵写STV传送到55123 回答出台湾6到9月独家转播日本职棒 独卖巨人队赛事的频道 就气会抽中平板电脑和独卖巨人队商品 参加越多中奖几率就越大 超级野球热血开打 您现在收看的是超级电视台 请你跟我这样过 其实小孩子他怎么知道你心不心痛 可是他知道他喜不喜欢吃 你今天举个例子 你带他去麦当劳 他可能一下就吃掉 所以他不吃 其实可能有一个最大原因 有时候我们会跟小孩子说 你现在说最大原因是要反观 妈妈煮的不好吃 是 是吗 是 可是你可以讲吗 当然不行讲吗 我不行讲啊 因为我 可是你超快的 好吃不好吃 我都是八分钟就吃完 所以永贤不知道好不好吃 他应该母亲煮东西 他其实想到的都是均衡营养等等 但是你知道吗 外面有很多的诱惑 它是不均衡不营养 但它真的很好吃 那如果你真的已经有养成 那样的习惯的时候 这样子 他自然会去选择 他不喜欢吃东西 就像其实艾利克斯刚刚讲 没有错 我就饿他一餐 小孩子这种吃是很本能的东西 那我想请问 如果他真的不吃 只有六个红绿灯只吃 一口还没吃完 就不让他吃吗 让他上学吗 可以啊 偷饿死吗 佩依姐是你 他学校真的没东西 没东西 对 他可能会有 母餐了吧 等到母餐了 他会心疼吗 佩依姐 我知道 但你那个话处 感觉好像 没有 林志没有东西 他们学校的校规就是说 该吃饭的时候一定要吃 你不吃了 错过那个时间 就没了 就是不要讲到好规矩 佩依姐 你相信我 她在学校一定吃 她在学校跟她朋友在吃 一定吃得很快 午餐她一定吃得很快 午餐 她很开心 小朋友一定 她在学校 因为每次我们就跟老师说 Ryder在学校会不吃饭吗 没有啊 对 她是学校第一名 对 她在家你的住室 好想 那我承认 我是因为我心疼我儿子 怕她饿肚子 那我承认 对 她饿不死的 所以 其实我讲老师 你的重点在于 妈妈不要太紧张 除非你就早点叫她起来 让她有时间去稍微 清醒一下 warm up一下 这样子 她开始 她才会有食欲 那我想请问一下 睡眠比较重要 还是吃东西比较重要 其实对我来讲 睡眠比较重要 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 就艾力克斯讲到的 更重要的是 基因更重要 其实话来说 你不是说我严肠 真的好 我们就是乐趣 你不要人身攻击啊 她老公就是不高啊 这个其实真的啊 这个其实所有的 营养学家都知道说 百分之八十 七十五到八十 是由遗传来决定 就像是你看我们的 那个林舒豪一样 她爸爸妈妈很爱 这样子 她有一些基因是 隔代遗传等等 我们的睡眠 其实会比吃东西来很重要 我很不能理解 有些妈妈 尤其是小宝贝的妈妈 时间到晚就给她 挖起来喝奶 你根本就是浪费经济 你知道吗 你就让她去睡觉 睡觉的时候 尤其晚上有一段时间 尤其十一点到凌晨一点 以中医来讲 我们走干净 可是以西医来讲 那时候我们大量 有一个生长技术 会分泌出来 所以我们常常 台语有一句话 很有智慧 睡一觉大一寸 几米大一寸 那是很有道理 对 所以其实她在睡觉的时候 她事实上 尤其小孩子在生长发育的时候 睡眠比吃东西更重要 而且那种情绪 会让她吃的东西 你知道 她马上就给你排出来 可是有时候是 饭桌上的规矩的问题 你就会觉得说 她应该要吃 她要跟家人一起 这样子 那如果她真的这个时候 她一口都不动 其实小孩不吃 就是因为她饱了 像我儿子 大概两岁多的时候 有一阵子 真的正餐都不吃 后来有一次我刚好开车 然后碰到我爸爸骑脚踏车 前面载着她 我就跟着他们 你知道我发现什么事情吗 就跟黑衣姐的 那个红绿灯的故事一样 我爸爸身上就切了 一包的那个水果 然后每停一个红绿灯 他就往我儿子身上 每一个红绿灯就塞 塞塞 所以你知道 那个下午四五点的时候 他六点钟 午餐时 晚餐时间 他当然不饿 吃不下 所以我就把这个观察 告诉我太太 我太太就释怀了 真的 所以其实她不吃 就是因为她真的 还不饿 对 不小心吃进去 所以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 佩姐很简单 你开车在那六个红绿灯里面 她真的不吃的话 你就放轻松 那就不要吃 也不用动怒 对不对 她自然如果受到教训了 隔天改天早餐 一定会乖乖吃 妈妈 好 再来 还有男人无法理解的状况二 来 碧哥 长辈顾小孩 老婆为什么还要担心一堆呢 一定要 因为她是自己眼前看到的事情都不放心 而且会觉得说 长辈会太宠孩子 对啊 没错 对 那很多事情一定要严格的把关 我老婆也还不是我岳母带大的 对不对 也是同过来了 对啊 对女儿跟对孙子还是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那你们干嘛要把孩子给岳母带 我们要上班啊 对啊 那你就不要怪她 那你就不要 complain啊 对啊 对啊 对不对 有人逼你给岳母带吗 没有嘛 管要给谁 对不对 有人逼你啊 那你就自己带啊 蛤 没有啊 因为其实勇贤爸妈会来 然后他爸的观念 他就说 他有时候会跟勇贤妈妈说 你就是从小孩 我们的工作就是从小孩 你不要叫我带 你叫我带 你就让我带 我的方法带 你不要骂我 讲清楚 你不要 你不高兴 你就不要让我带 很开明啊 对他爸就讲得很清楚 所以我们知道 爸妈来有时候我们要去看一个电影 反正小孩子丢给他 他那天晚上要几点睡觉 几点什么东西 我也不知道 反正我回去 勇贤有时候会生气 怎么小孩没睡 我说你不要讲话 对 你爸妈在帮你 对 他让我们可以去吃一顿饭 对 你不要再挑了 对 我觉得有时候东西就让他过了 对 因为他那个不是他们的小孩 你是他们的小孩 对 这爷爷奶奶就 对 而且你记录 有你这个老公 还好 不然他早就去看李医师了 对 而且你真的记录了长辈 然后以后不帮你带了 怎么办 你又自己带啊 问题更大 对 对 Q讲吧 对啊 就是如果我不在家 他又给小朋友吃什么都没关系 可是像今年过年嘛 就会大家都在一起 对 可是我非常非常非常 我非常讨厌小孩吃零食 然后我婆婆就拿了一根棒棒糖 然后我就不喜欢他吃甜 然后等我要去抢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了 婆婆已经打开给他吃了 就在那时候 好 吃了嘛 然后我就不知道这些人 小孩再玩一玩就跟我说 那妈妈你帮我拿一下 我就拿着 我想她忘记了对不对 大概才吃两口 我转身就把他丢掉 哎呦 结果呢 结果我婆婆后来转身跟我说 你儿子要棒棒糖 棒棒糖呢 好 我就说丢啦 好 我好生气 她说 他才吃两口耶 可是我就不喜欢小孩吃零食 哇塞 那你有跟老公生气吗 有 有 可不可以叫你妈不要再拿糖给他吃了 不是 这关你老公什么事情啊 因为老公在旁边 我说不要吃那么多零食 这时候要出面主持 这绝对 这关老公 我老公就 我老公就会举手说 妈是我丢的 就是我老公会说是他丢的 他会先出来挡一下 你老公算是不错啦 你这样婆媳的问题很简单嘛 就是老大和大佬的战争嘛 如果搞不好 就是你们的第三者 第三者就是老公的问题啦 所以老公自上要高一点 永远坏人都是你就对啦 没错 你虽然老公出来背黑锅 也不是不行 但是你老公可能心里会认为说 只有吃一根棒棒糖 你家人身不会垮吧 身体不会倒吧 之前有说过 吃太多色素 你知道吗 过动 过动 可能那叫太多嘛 可一根棒棒糖 会习惯 他有没有一个安全的原因 习惯 我觉得如果观众朋友没听到前面 会以为 主长妈在讲的是毒品 不是棒棒糖 那么容易上瘾 棒棒糖 对啊 我们先撇开那样东西 我觉得它是心态问题 心态 所以不是只有说 棒棒糖吃那偶尔一根 他们现在认为 我就是不允许 所以我就是黑白非常分泌 它没有中间地带 而且可能很多长辈的教养方式 跟自己是不同吧 对 这个我觉得回到这一趴的主题 就是说长辈照顾 为什么有些父母还会有怨言 我觉得是这样子 我觉得OK 因为他们是怀抱着 非常好的心情 这是重点吧 对 但是亚来他就不能接受了 亚来他就开始 不管是大人还小人一起骂 现在几点了 几点了 十点了 明天跑不起来怎么办 好 就他就骂 你妈可以骂十分钟 二十分钟 我说你 我真的要替我们所有的妈妈 尤其身为妈妈以后 她的脑又变成 从青少女的大脑 又变成妈妈的大脑 所以我们要拿一个妈妈的脑 不一样 因为她荷尔蒙会随时在改变